她性格細心又聰明 簡直是完美的化身 如果是我的男朋友就一流了 不過可惜她是拉布拉多 我叫Bosco今年18歲 這就是我的動文圈叫靚靚 跟她相處了兩年左右 她今年4歲她是女生 拉布拉多體格比較壯健 頭部比較方便 耳朵一定是垂 顏色方面有分皮毛和鼻哥的顏色 皮毛有三種分別 黑色巧克力色和金色 鼻哥有分巧克力色和黑色 拉布拉多性格比較親人 適應力很強 服從很好 所以我們會選擇她們做香港的渡蠻犬 世界上最主要作為渡蠻犬的三個品種 分別是拉布拉多 金毛尋迴犬 和德國狼狗 並通點就是她們都很聰明 複蟲性高 那為何拉布拉多會成為最常見的渡蠻犬呢 但是狼狗呢自己就比較有主見一點 甚至乎有機會有攻擊性 所以很快就到蠻協會那邊就慢慢沒有再用 最主要原因就是金毛尋迴犬的毛髮會比較長 對比起拉布拉多來說 是會比較容易打理的 而且它的毛髮是沒有那麼厚 適應到香港的炎熱和潮濕的天氣 一講尋迴犬 我們很多時都會想起金毛尋迴犬 但其實拉布拉多都是屬於沉迴犬 Retriever的種類 因為當初它們就是被培養為作捕魚之用 拉布拉多是源於加拿大的紐芬蘭島 有一個品種叫做紐芬蘭犬 被用作為協助漁夫捕魚之用 而有自養主就培養給紐芬蘭犬更加細型的犬種 並且以附近的海域命名 那個海域就是拉布拉多 拉布拉多天生是很熟水性的 因為它們的皮毛跟祖先紐芬蘭犬一樣是防水 而且它們的尾部是故意吸引到像一個船的舵 因此你看到很多拉布拉多浮尾時 都不是左右浮尾的 很多時候是螺旋的浮尾 就跟它們游開水有些關係 而且它們的耐力很高 也很耗動 所以可以長時間在水裡游水 在香港的拉布拉多就不用游水的 但到底它們怎樣做到渡蚊犬 而它們又需要面對什麼健康問題呢 拉布拉多其實最常見的遺傳病 就是寬關節問題 視乎隻狗狗而已 很早的話有些就是BB的時候 都會看到有問題 但有些可能隨著年紀大 再加體重增加 可能去到六、七歲的時候 才看到它有問題也不一定的 通常會有些端禮的 例如它走路不是走得太好 或者它跑跑一下之後好像會腳痛 但是也是建議主人 拿去照一個X-ray看 看寬關節的情況 是怎樣才是最準確的 因為通常到有病徵的時候 就已經太遲了 我們預防勝於治療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了 除了寬關節問題之外 通常是拉布拉多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它們會偷吃的 基本上兩歲以下的拉布拉多 都是非常之餵食 會不停搓垃圾桶 然後不小心吃了很多千奇百怪的東西 試過找到拖鞋 網球 公仔的頭 或者整個熟米心 整個芒果心 在它的肚子裡 一定要開肚拿出來 拉布拉多是真的很餵食的 而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令到我們比較容易去教他們 就會做到很多不同的指令 或者動作 Good girl 我們就叫做聰明抗令 其實就是當視障人士 去到一些沒有紅綠燈的路口 很容易其實視障人士就會判斷錯誤 假若真的有車 正在洗過來的時候 狗仔就會停下來 牠就會站在路邊 不會繼續向前走 視障人士就會知道 咦?為什麼這隻狗不走? 牠就會猜到了 然後牠就會再仔細聽一次 再判斷 叫隻狗 forward 牠們是屬於工作犬 拉布拉多 其實性格都是偏好動的 在香港 因為空間比較狹窄 可能會有運動不足的問題 但因為牠們很聰明 運動不足的狗狗 會容易有情緒問題 而導致牠們有很多行為問題 所以主人一定要確定 牠們有充足的時間 即是一天可能有兩次 每次半個小時 陪牠們真的去跑 才能滿足牠們的體力需求 因為我們協會的狗狗 牠們的工作量會比起其他 寵物狗會多 行動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一定會保持牠們的身形 是很fit的 因為牠們走路多 牠們遲些服務的年期也多 所以不希望因為重量 會影響到牠們關節受苦 所以我們會保持著 留意我們狗仔的體重 在毛髮方面 屬於短毛的拉布拉多 打理毛髮也十分容易 即使是視像人士也有能力可以打理好 沒有動蚊犬的生活 之前家人都會很擔心我的生活 因為牠們會擔心我出街 會不會自己走錯路之後 自己找不到路 會很多時在街上會撞到人 這些很尷尬的 自己都想獨立一下生活 大了不是可以長期靠牠們 靚靚在家裡的時候 就和普通寵物狗一樣 貪玩 但是當牠一佩戴到盲犬鞍之後 就變成了另一隻狗狗 我們會乘地鐵去學校 途中牠會幫我找到地鐵的集機 還有乘地鐵的時候 找到車廂裡的椅子讓我坐 還有避開到上班回家的人 靚靚不是只有我的工作 亦是我的家人 因為牠都佔了我生活很大部分 靚靚退休的時候 我當然會照顧牠 因為牠始終只有十幾年命 希望安養萬年 總配來說 拉布拉多 除了是一流的杜蠻犬之外 普通寵物主人自養的時候 記得要小心不要讓他們亂找食物